بسم الله الحمد لله الصلاة والسلام على رسول الله نذكر بإذن الله تعالى أنواع الهجرة 凭 博辞 横辞的 安拉之宗明 这节课我们讲述关于迁徙这个问题 迁徙分为三种 从麦加迁徙到麦蒂娜 这种迁徙已经结束 为什么呢 因为迁徙已经被解放 迁徙已经成为伊斯兰的城市 这也是安拉向人类的一种报喜 也就是迁徙永远也不会回到 库弗的这个非信的状态 也就是穆斯林的地方 第二种迁徙 从非信式的地方迁徙到信式的地方 这种事项 这种行为一直到复生日都会出现 第三种迁徙 从迁徙 这个禁止的迁徙 这种迁徙 يعني 这种迁徙 这种迁徙的 这种迁徙 比如在非信式居住的地方 他们有一些非信的行为 从他们之上迁徙 就是为了避免自己在宗教上受到伤害 在信仰上 在服从阿拉的行为上受到伤害 受到非信式的伤害而迁徙 这就是迁徙的三个方面 从迈迦迁徙到迈地纳已经结束了 从这个非信的地方迁徙到有正信的地方 为了避免阿拉所禁止的事项而去迁徙 迁徙 为了工作而迁徙 为了脱离一些灾难而迁徙 按照依据自己的能力去迁徙 相反的是什么呢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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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当去 这个尽量的做到 完全的做到 教法所规定的事项 做阿拉 完全做阿拉所喜悦的事情 中天使 中先知 中天使 阿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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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阿姆的 这个 教授 教授 那 كل 一人 他们都是 崇拜阿拉 独义的 都是 他们喜欢摘约、Ramadhan的约 他们喜欢这些地方,比如进寺以及圣寺 阿拉芝芝